最後我們在這裡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讓人民環境的交通 擺脫地域惡民 讓地域的惡民擺脫 還給下一代 找回行人的尊嚴 非常感謝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 是否也跟我們一起簽署 台灣行人宣言 謝謝 相信這是一個跨黨派的議題 這不是政治的議題 所以也希望大家 可以有一點 我們多一點尊重 多一點友善 多一點包容 因為每一位政黨 它其實是為了大家 所有在場的民眾所服務的 中華民國台灣 在號稱我們經濟起飛 這麼多年之後 居然我們的交通安全 會被國際媒體 善效為行人地域 反觀我們的鄰國 不管是日本 他們在1970年代 有兩萬多個 一年有將近一萬六千八百個人死在路上 可是現在呢 因為他們有推出一個交通安全基本法 他們現在一年死的人不到三千個 我們只有把這樣的責任交給下一任的總統 我們請侯友宜 我們請侯友宜來發表他的交通安全的願景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在下大雨 這麼大的時刻 看到所有的好朋友們 一起為環路漁民大遊行站出來 台灣的交通安全面臨了非常死無前例的嚴峻挑戰 這樣一個嚴峻的挑戰我們要痛定失透 不斷地徹底的檢討跟改進 最主要是希望讓我們下一代有更安全 更理想的一個優質的環境 我們今天特別給各位青年朋友做一個報告 在這樣一個環境底下 我們不斷地要從我們的交通法規都市計畫 交通暗風城 重新的細做示威跟檢討 讓我們檢討裡面今天特別是來回應 民間團體環路移民的五大事求 這五大事求我們一定要做到 因為現階段的人車不分混淆了整個交通的空間 我們要同時去檢討我們交通的號字 標誌跟標線 這些已經不合十一的 我們都要落實地把它改正好 在這個狀況底下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我們必須要車讓人強讓弱 這是天經地義的 這是天經地義的 我也同時在這裡給各位好朋友做一個說明 交通 人本環境的交通裡面 不是只有規範跟規矩 我們必須要讓我們更為國民的品德跟修養 在這品德修養底下 讓我們不要忘了 車下的車我們都是行人 我們都是行人 車下的車我們都是行人 行人好台灣會更好 最後 在我們在這裡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讓人民環境的交通 擺脫地義二名 讓地義的二名擺脫 還給下一代 找回行人的尊嚴 更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謝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是否也跟我們一起簽署台灣行人宣言 謝謝 謝謝 相信這是一個跨黨派的議題 這不是政治的議題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點 我們多一點尊重 多一點友善 多一點包容 因為每一位政黨 它其實是為了大家 所有在場的民眾所服務的 MING PAO CANADA